这是在哪里啊 我是谁啊 这是在欧妙镇 早晨7点多还不到8点就被从床上揪起来 然后一块逛街 我还是这会儿还有点懵啊 已经在欧妙的街上了 因为镇上的人都起来比较早嘛 然后就是早早的赶集 到了10点钟就会很热了 就晒得受不了了 就早早要回家了 对这边确实惹 早晨我5点钟被热醒一次 然后又开开空调继续睡 还没睡醒了就被你揪起来 走吧去买东西 五毛钱一斤的西瓜 咋这么便宜啊 和立瓜吗 大山里边的五指西瓜 有香有甜 镇子上有一个规模不小的集市啊 我卖水产的 现在我们要找一点大虾 买点大虾回去 这个虾个头还不错啊 这个23块钱一斤 是贵还是便宜啊 有点贵 那边是有二十的十八的 哪个十八这个 这个十八也不知道 挑战这个 还是买那个 这个是有大有小 要敲 对 那个衣服小的 来来来来过来 这小老鼠也太可爱了吧 这个镇子上还是很热闹啊 车多人多 买完虾我们现在去吃早餐 找个牛肉面吃一下 走马路 吃完牛肉面买个大西瓜 赶紧回家去避暑了 吹空调去 虾是要用刷子刷一下的 好干净 你看你刷好干净 还有哪个婆这刷呀 那还难不成还把它搞死啊 夹不夹手啊 夹夹得很 疼 疼 疼 你要试一下吗 你看 我一下子刷干净了 谢谢 其实我以后是很热 不用再刷了 刷一遍就行了 因为这个刷的大 它身上是有毛是吧 小柔毛是不是 有泥巴 尽量是吸干净 得到老老婆 得到老婆 得到老婆 别刷你 别摸它 看着它就行 刷完大虾还有一道工序 把这个虾头剪掉一点 里边的脏东西弄出来 保留这个虾黄 这个虾黄也保留 然后把这个虾尾这个肠子 抽掉就行了 这就很干净了 可以做了 这虾黄是干啥的呀 虾黄就是这个东西 油吗 虾卵吧 应该是 应该是 这个很有营养的 然后你像我们自己处理的 你吃的时候 在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能吃掉了 基本上没有肺的东西了 我下面火没开 啊 火气没开 厨房里边光线不是太好 今天我们就用房车上的灶来做这个油门大虾 这黄瓜也是虾里边放的 油门大虾油要放的多一些 是先炒料呢还是先放虾呢 先把料子炒香 炒料炒香就可以放虾了 哇 这个虾是不是还要倒水 然后焖点是吧 对 用啤酒焖 今天忘了没有买豆瓣酱 就放点老三妈 都放点吧 要完全炒熟了以后才开始焖是吧 对 炒了颜色变坤坤 尾巴卷起来真的 对 放上盐 放上酱油 然后再放点糖 没有冰糖 没有那个啥 白砂糖 放点冰糖上去 两罐啤酒下去 把虾都灌醉了 现在可以盖上锅盖了 扔上半个小时 哇 香奔奔的大虾准备出锅了 这一锅做的好实惠 又干净又实惠 好 吃过 一大盆的虾子呀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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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边这个不能吃是吧 肥子 我天 我天 哦 是塞 一个头里面三个花雁 真是天使你会儿子在这儿吗 我天 完美 哇 谢谢 嗯 你今天了 嗯 黄瓜好吃 黄瓜也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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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慢点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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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点吃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